中国首个自主设计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 一个拥有全球最高级别核能安全的核电项目工程 华龙一号总设计师行迹为您讲述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 核电被称为是一种高效的清洁能源 它主要采用核裂变的方式释放巨大的能量发电 与传统的煤与石油发电方式相比 核能发电效率高 一座百万千瓦级的火电厂需要燃烧约300万吨煤 且全程释放众多污染气体 在同等功率下 一座核电厂只需要30吨核燃料 且发电后只留下废料带处理 不会产生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污染环境 基于上述优势 核电被视为多数有核国家的重要战略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工程总师 他带领团队在核电道路上前行了几十年 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 中国开始引领核反应堆建设风潮 再建反应堆现为世界第一 实现了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转变 他就是华龙一号总设计师 刑际 在位于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 齐尾山上眺望海滩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正在施工建设 这是中国唯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 华龙一号已代表我国核电落地巴基斯坦 并先后被英国和阿根廷市场接受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由此成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名片 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而享誉全球 这个庞大的工程集成了众多先进技术特征 在成熟可靠设计的基础上 显著提升了电厂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预计四十多个月后并往发电 为了探寻这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 大家栏目组跟随华龙一号总设计师刑计 来到了示范堆工程现场 咱们从这进去啊 这个地方跟上次咱们来的地方还不一样 上次应该是从那边进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进 直接对着这个厂房 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合辅助厂房 合辅助厂房 在它旁边在它的这个左侧是燃料厂房 对 燃料厂房顾名思义就是把核燃料 从外边新的燃料运进来 从这个厂房进入到核岛里边来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临时的核燃料储存 新燃料储存池里边 储存的那个格架里边 然后把它通过一个特殊的通道 从这个厂房输送进入到反应堆厂房 然后在反应堆厂房里面把它装掉 装到反应堆心里面去 将来这里面布置的是核废物的处于厂房 因为核电站在运行发电过程当中呢 它会要产生一定量的核废物 这些废物呢要被严格的控制 虽然没有高放的汇物 主要是中低放的 当然性这个是属于中低放的 这样一个水平的汇物 但是也要经过严格的处理和处置 我们看到 华龙一号在自主设计的基础上 安全性能有了明显提升 上世纪70年代初 核工业出现了均转铭的过程 我国核电开始起步 中国的第一个核电站 也就是秦山一气 三十万千瓦基础 几乎与建设秦山一气核电站同时 我们就在引进法国的 这个M320的这个技术 在大亚湾建设了 这个第一座百万千瓦级的 这个引进技术的这样一个核电站 我国从第一代核电站 开始引进国外技术 到三代自主研发初期 虽然消化了引进技术 但我国在堆新设计 特别是在燃料元件设计制造技术上 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国产化最核心的内容 是关键设备的自主制造 这些设备包括压力容器 主循环泵 蒸汽发声器 稳压器 以及主回路管道等 要想脱离国外技术支撑 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 困难重重 核电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一个堆新 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出口 卖出一个反应堆核电站 后续服务 燃料供应等一系列后续出口 就可以带动整个核电经济的转型 才能是我国真正基深 国际核电第一阵营 为此 行迹和整个华龙团队 在整体设计方向上 开始转变 实际上我们国家以前在谈 走出去 走出去 实际上都是在借船出海 就是我怎么跟别人合作 我出一部分资金 用你的技术 或者我们一起来研发技术 然后我们起到一个国家去 实际上我们在替别人去 推销别人的产品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产品 但是有了华龙一号之后 整个的局势实际上就发生了 彻底的变化 我们现在可以挺直腰杆 去面卖我们自己的产品 自1997年起 中和集团的科学家们 就开始了 在与国外技术融合中 自主研发设计的探索 2003年 中和集团公司 为配合核电技术引进 决定重新启动 CNP1000型核电站的研制工作 CNP1000 也就是华龙一号的前身 应该说CNP1000是在 吸取了当时 国际上运行电站的一些经验反馈 和在我们国内建设 30万60万 和引进国外的 百万千万机的技术之上 那么自主 研发的 这样一个百万千二级的核电站 直至2007年4月 中和集团将CNP1000 更名为CP1000 在接手CNP1000项目之前 刑技刚刚结束了 领澳二期工程的设计工作 领澳二期是国家1015期间 唯一上马的核电项目 项目工程实施四个自主化 因此在领澳二期项目中 刑技积累了大量 自主研发设计的经验 然而 他也十分清晰地意识到 核电能不能走出去 最关键的三点是 软件 燃料和关键设备自主化 因此 在接手华龙一号设计之时 刑技就大胆提出了 自主设计堆芯 改变核反应堆 堆芯容量的方案 这是一个我们核电走出去 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如果你连自己的燃料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把核电装备 把整个核电站走到国际上去呢 是吧 你只能用别人的燃料 你就要受制于人 那么我们有了自己的核燃料 先进的核燃料 能够配套我们华龙一号 这个在一路一带 这样的大的战略下走出去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核反应堆是核电站的心脏 堆芯及核反应堆中的燃料棒 多燃料组件 将能使核电站发出更多的电能 提高经济性 但在弹核色变的现如今 人们似乎将更多的注意力 集中在安全性能上 更多想到的是由堆芯融毁 引发的那些记忆犹新的核电事故 发生在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事故 以及七年之后发生的 切尔诺贝利事故 都是由堆芯融毁造成的 在核反应堆失去冷却水后 燃料中放射性物质产生的热量 无法去除 高温会令燃料棒融化 这是核电事故中最严重的事态 堆芯融毁后会引发 具有放射性的物质外泄 因此 对于保证反应堆厂房安全的 安全壳设计 就变得尤为重要 安全壳是设计用于 阻止融化的反应堆 进一步穿透的装置 按结构分为单层和双层壳 双层壳的内层称为主安全壳 主要承受事故压力 外层称为刺激安全壳 起到生物屏蔽及保护作用 它承担了很重要的安全功能 我们把它叫做第三道安全屏障 为什么这么叫呢 因为它是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如果这个 假设核电厂发生了核事故 如果核事故一般来说 它都主要是在这个反应堆厂房里边 就是反应堆出现问题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有放射性物质 要释放出来 如果第三道安全屏障 它是完整的 那么它可以有效地包容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环境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第三道 也是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核电站的核心 核反应堆厂房 核反应堆厂房 它的这个 航龙一号的反应堆厂房 它的高度是72米 72米 它的直径是48米 眼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混凝土的 这个正在胶住混凝土的这个地方 它是外层的安全屏 它有1米8厚度 也是能够抵御外部的巨大冲击力的 甚至包括大飞机的撞击 它都能够防御 再往里边看 还能看到有一层混凝土的原型 这个球状的这个构筑物 这个柱状的这个构筑物 它是内层安全翘 内翘 内翘也有将近一米厚的这样一个厚度 它是一个 采用的是一种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它的特点是 在施工过程当中 给整个的安全翘 提前施加一种 一个应力 就采用预应力钢锁 把它拉紧以后 相当于把它 把这整个安全翘钩住 在这种预应力的情况下 当内部发生核事故的时候 会产生很高的压力 那么这种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能够承载这种压力 能够承载更高的压力 来保证 即便在事故情况下 反应对内部产生的 这个放任性物质 能够很好地被包容在 不会泄露 然而 在选择177堆心 与双层安全翘设计的 初期方案时 技术专家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就是我们这个型号 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整个的 这个核岛的厂房布局 都会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这对我们的设计 是挑战特别大的 会议只要做出一个决策 到底我们采用 这两个方案中哪一种 当时到会议接近 大家讨论的也很激烈 就是有的专家和领导 倾向于采用比较保守的办法 保证工期 保证在预定的 这个进度计划内 肯定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设计 但是行动申请发言的 他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设计人员 实际上就是研发一个 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一个型号来说 是我们几代三代人的一个梦想 我感到好像还不能够最终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 我提出来 我想说几句话 我把这个准备的这几句话 念了一遍 主要就是说 我们觉得自主的核电站 应该在安全设计上 要有更高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 我们有信心去实现它 而且我们的团队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目标 是能够激发我们的团队 点燃我们团队内心的这种 创新的激情的这样一个目标 当我说完这个话以后 可能有短暂的沉静 然后大家就一起鼓掌 行迹这个大胆的决策 也成为了华龙一号 自主创新中的一大特色亮点 位于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院 负责华龙一号反应堆 及一回路主设备设计技术等工作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 华龙一号的堆心装置模型 华龙一号采用的是177堆心 M310是157堆心 虽然数字上看只相差20 但承担此项工作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却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堆心设计 这一技术可使电站发电功率提高5%至10% 从而提高经济性 正当所有人期待 我国自主百万千瓦集合电 就要落地成为现实时 2011年3月11日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使得即将上马的CP1000工程停下了脚步 并从万众瞩目变成了无人问津 2011年3月 李氏9.0级地震 导致日本福岛县两座核电站反应堆发生故障 其中 第一核电站中一座反应堆震后发生异常 导致核蒸气泄漏 于3月12日发生小规模爆炸 此次地震和海啸 对整个日本东北部造成了重创 约2万人死亡或失踪 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 并对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工业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福岛事件 核电事故对公众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尽管当地核电安全的宣传安抚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但福岛事故还是给核电安全提供了一个让人恐惧不可复制的样本 受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影响 国际多国对核电站运营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自福岛事故发生后 我国便停止了沿海核电项目建设 本盖即将开启的CP1000内陆核电建设计划也随之搁置 因为当时CP1000马上就要开工了 大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CP1000上在积极地筹划准备 各项工作都是有序地在开展 但是突然福岛核事故让所有的这些工作全部停止 福岛事故无疑是对所有核电人的巨大打击 特别是在国内核电发展政策不断调整 研发与项目上马时间无定数的情况下 行进与团队人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项目停止后 行进就开始带领团队研究并吸收国内外核电站运行经验 改进经验 以及各种核事故对我们的经验反馈 放置到新的研发目标里去 中核集团将此称为龙腾计划 与此同时 能源局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核电站 开始了非常严格的安全筛查 也对未来中国核电的发展给出了原则性要求 那就是核电项目工程必须达到国际最高的核能安全标准 怎么才叫最高的安全标准 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后来一直在思考 核电站遵循的一个安全设计的这个原则叫众生防御 众生防御就是就像打仗一样 第一道防线失守以后我还有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失守还有第三道防线 就众生防御的这样一个理论 作为一个设计的一个准则 因此我们在假设各种事故的时候 在假设各种可能造成事故的这样一些事件发生 我们要有手段去应对它 就是说 尽管我采取了很多手段 去保证它 这道防线不会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依然要假设它就出了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到第二道防线 我依然还要考虑多重多样的手段去加以应对 通过长达几年的试验和科研 按照最终确定的融合方案 华龙一号采用了ACP1000技术和177堆心 在设计创新上 华龙一号提出 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 设计了双层安全窍 安全和性能指标 达到了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 一旦发生事故 能够保证堆心安全 带出堆心热量 而且通过电力驱动等方式循环 可以达到冷却效果 即便在电源等动力源丧失时 依靠自然循环 也可以达到冷却目的 我们特别针对像类似于福岛这样 我们叫SBO工况 它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丧失了全部的电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保证 我们的安全系统仍然能够有效地从反应堆里面把余热带走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非能动的系统 来完成这样一种安全功能 因此我们华龙一号的就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设计特点 我们叫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 2014年8月22日 华龙一号总体设计方案通过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联合组织的专家评审 2015年5月7日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 在福清核电5号机组正式开工建设 这凝聚了几代中国核电建设者的智慧和心血 也是行迹带领的华龙团队十余年的创新成果 2015年6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中国核电工程公司 行迹为总理演示并讲解了华龙一号的技术特征 他站在院子里跟大家说 你们一定要建设好华龙一号 你们为我称药 我到国际上去替你们扬名 他确实怎么去做 我们看到总理出国以后 在一路一带沿线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访问的时候 往往都把华龙一号带出去 咱们说现在高铁和核电 是总理和习主席出国的两张名片 两张新的名片 有了这张国家名片 现阶段核电走出去形势大好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应用国家 预计到2030年 这些国家的核电机组将会达到100台 华龙一号有望在其中占据20%到30%的市场份额 目前中核集团正在与英国 法国 罗马尼亚等近20个国家商谈核电 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 国家选择核电 这是国家经济发展 能源战略 能源安全 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 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 能够替代这个核能 是吧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对于我们来说 怎么保证核能的安全 可能是首要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让公众充分地去了解 核电站的安全性 和发展核电 对我们带来的好处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 自从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开工后 行迹几乎每隔两个月 都会来到福清核电基地 看看施工进度 从手堆落成 到各个厂房出具规模 这里都记录着 行迹与华龙团队 十余年创新历程的坎坷与收获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它是一个团队集体的事情 是吧 我不断地能够从 他们那里得到这样的一种激励 才使我没有真正的 能够放弃这件事情 能够坚持下来 所以我很感激大家 为提升我国 在世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地位 与实现核电大国 向核电强国的转变 行迹和他的华龙团队 依然走在前行的路上 打开 关注